大天福地 仁为贵 信则吉系 空则背 袁太祖 好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袁太祖 今集Nikiyo 继续和林定康师傅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玄学上的知识 林师傅 你好 Nikiyo 你好 林师傅 最近很闷 是 为什麽 你知我籃球 即是喜欢籃球 NBA没得看 东南亚那些 英超都好像想取消 好像都停了 想取消也想停 现在就满死了 又不知道有没有得看 有的 奥运他现在说将合约最迟到年尾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就算 希望有 没有就看其他东西 没有就看慶元年 慶元年是什麽 我也不知道 我看2月29 我看2月29 OK 我继续 我这陣子就没有念什么做 上youtube找一些片 看到 Gordon Ramsey 即是一个很出名的厨师 有一个饮食节目 就说他在泰国煮食 他就煮食给一些僧侣食 即是那些佛教的和尚式 他煮炒粉 不知道是炒金边粉 还是炒河粉 那些东西 都是那些 炒一堆 泰式炒金边粉 那类东西 然后我看到他有炒虾 是 和尚不是要吃齋吗 和尚要吃齋 其实最主要是 只是实施到在汉传佛教上面 为什麽说汉传佛教呢 其实大部份的佛教的僧侣 都是可以吃齋的 我想可能很多人听到 都未必接受到 和尚吃肉 不是说不可以杀生的吗 那我们今集不如就说 佛教一些文化 甚至乎佛教 其实是不是一个真的不可以吃肉 甚至乎其实不同派别的和尚 他们的行为操守和规矩 其实是有不同的 甚至乎我们连那个经典经文 也都有很大的分别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讲 譬如说 一个佛教的认识 都挺有趣的 因为 现在现世我们所认知的佛教 其实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佛教 第一种我们叫做巴利语系的佛教 巴利语系 第二种 巴利是不是我们熟悉巴利岛的巴利 巴利文 第一种就是巴利文语系 第二种就是梵文语系 第三种我们就叫做汉传佛教 为什么会这样分呢 最主要是大家的经文 他们所赞写的语言是不同的 巴利语系就是说那些经文 原先是由巴利文所写的 称为巴利语系的佛教 另外一种就是以梵文所写成的 例如什么呢 例如金刚成 就是我们所讲的藏传佛教 不是藏物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里面包括藏物 第三种就是汉传佛教 就是以中文字所写的一些佛教 那怎样去分他们呢 一般来说我们巴利语系 就被现在的人称为小城佛教 或者我们称为上座布佛教 那些梵文语系 我们可能会看到印度的佛教 或者叫它金刚成佛教 或者尼泊尔佛教 等等我们称为梵文语系 汉传就是写中文那些 它主要的流通范围 就是在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等的地方 就是比较用汉字多的地方就是这个 是的 它的经文都是来自梵文那边翻译过来的 那为何我们要这样去分佛教 去分它什么语系 去分它是什么派别 而不用小城和大城呢 因为其实小城和大城 是一个我们说 带有贬称的佛教称呼来的 我们不是很推崇大家 用小城佛教 去称呼一些巴利语系的佛教 原因是其实他们都是度众生的 只不过度众生的方法是不同的 不是他小城或者他慈悲不慈悲 其实一样的慈悲一样是度人的 只不过他们所相信 和他们的文化上面有些差异 和尚可不可以吃肉这件事 是很多人都问的 但其实在我们的汉传佛教来说 和尚以前都是吃肉的 是要去到什么时候开始不吃肉呢 去到梁武帝当政的时候 他自己就立了一个规矩 他就说所有僧侣都不可以吃肉 因为这个梁武帝 他自己其实都是一个读信佛教的皇帝 对 当时他见到佛经里面 就推崇说不要杀生 也都劝大家劝善 不要吃那么多肉 于是他就立了一条规矩 就是说所有的僧侣 从今天开始就不可以再吃肉了 于是汉传佛教 就由这一刻开始 就变成一个完全禁止吃肉的佛教 那为什么其他还可以吃肉呢 这个就跟不同的僧侣 他们吃饭的方法是有分别的 汉传其实都有的 不过就比较少人说的 但是去到今时今日 巴黎语系的佛教 就是我们说的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这一边 甚至乎斯里兰卡的佛教 他依然是维持着僧人 早上五点起床 握住他们的重拨 逐家逐户去黑食 因为我们说黑食又不太好 通常我们说化缘 因为化缘 你的功德主给你食物的话 其实他给你什么都要吃的 如果你的功德主 他是一个肉饭来的 家里只有肉 没有菜 他自己都吃这些东西 但是他又想共振 于是他有时候 可能会把猪肉 鸡肉 牛肉 总之他给什么 那个和尚就吃什么 而且是不会吃剩的 那这个原因 亦都是代表着 为什么 无论是巴黎语系 或是凡文系的佛教 依然是有食肉的传统 不少的喇嘛 你看大蕾喇嘛 他以前都是吃肉的 家举派的大保法王 就是这个 Ulgin Indochit 他亦都一样是吃肉的 无论是哪一个佛教的派系都好 食肉其实本身不是一个禁忌 因为如果你长期很紧张 吃肉 不吃肉 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分别 和执着心来的 所以真真正正需要 明白的事情 不是说 吃不吃肉 是你有没有杀心 这一样东西 为什么说不要吃肉 因为吃肉 你必须要透过杀死 那个动物 来获取他的肉 来填饱你的肚 在你杀死他 这个过程里面 你一定起杀心 你不起杀心 你是不会杀他的 即是如果别人剖好给你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即是示威军事怨炮厨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还有我们说一件事叫三静肉 三静肉其中一件事就是说 那些食物不是为我而死的 何谓不是为我而死呢 譬如这样说 现在我们去街市买鸡 去到街市买鸡 就有一些活鸡 即是你不买也有什么 那你就不要去买那些鸡 那些就不行 你就不要指着说我要这一只 那你一刀这一刻 就是你犯了业 因为你选定要吃哪一只来杀它 那这种我们就叫做不淨肉 这是骚髒的 肉不应该吃的 你应该吃些什么呢 就是吃那些 一砍砍砍了在那里 已经烫光了 然后你去收拾那些来吃 冰鲜鸡 就是冰鲜鸡 原本的鸡扒 急冻鸡柳 这些是可以吃的 那在藏传佛教的范畴里面 吃肉呢 甚至乎有时候用来供佛的 何谓他们会供佛呢 他不是会拿一块肉 放在壇前面供佛 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在他们每一次用善之前 譬如一个喇嘛 跟他的善信去吃饭 善信那晚吃肉的 那喇嘛都一起吃 那可能喇嘛 就会对着那些桌上的肉 念一个经文先 将桌上的食物 先供奉给十方诸佛 供奉完他才会开始吃的 那换句话说 如果以汉传佛教的看法 甚至乎一般 不要说汉传佛教 一般汉传佛教的 善信的看法 就是其实好像很不敬 你用肉去供奉给佛 你很没礼貌 之前是不是类似说过 不可以用肉去拜神 但是因为这件事 对于藏传佛教的文化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一样会念这些 我们叫做 倩理佛教的经文 去将食物给上去 概念完全不同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无论是上座部 还是凡文系的佛教 其实都是吃肉的 只是汉传佛教 因为历史的原因 所以变成不吃肉 但是其实有很多汉传佛教的僧人 他们在化缘的时候 如果那个功德主给肉 其实都一样吃的 所以在佛教的概念里面 本身食肉 并不是完全是100%犯罪 也都是一定要吃的 如果化到就一定要吃 但是你要超渡给你吃的这一块肉 就是这个灵魂的动物 你要化缘超渡它 这个就是一个食肉 或者和尚吃不食肉 很多人争论 甚至不明白的地方 之所以不食肉的目的 是不想它起杀心 而不是那个肉本身 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所以大家这件事情 就要记住了 或者多一点明白了 最主要就是这样 但是一旦我们讲到 上座部佛教 和凡文佛教 和汉传佛教 有一些事情 就要提醒大家 怎样呢 第一件事情 我也听过 有些朋友 他们就刚刚开始接触佛教 去到这个泰国玩的时候 他就以为 整个泰国都是佛教国家 跟我的宗教信仰是一样的 于是他去到那些庙那里 就是泰国那些寺院 他可能对着那个释迦牟尼 就念这个 我们之前讲的 它是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我本身都以为 不是万能吗 不是对谁念都可以吗 六字大明咒 就不一定是对谁念都可以的 不是说六字大明咒 本身不行 而是我们讲文化上面 是有冲突的 为什么我们讲到文化上面 会有冲突呢 上座部的佛教 其实是不承认大乘佛教 是佛教的 他们有一种说法 就是大乘非佛说 他们甚至乎会认为 在大乘佛教里面的和尚 并不是真正的和尚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喇嘛 或者有一个 我们叫看传佛教的大和尚大德 去到他们的地方 要接受上座部佛教的出家 在他们那里出家 做上座部佛教的僧侣的话 他是要重生受五界的 就是他以前所受的五界 他们是不承认的 他只是承认他们小乘佛教 或者我们叫上座部佛教里面的五界 换句话说就是什么 譬如达赖喇玛 他不信藏传佛教 不是不信他 他继续信藏传佛教 但是他要去上座部佛教那里修行 他去到上座部佛教的时候 他是要重生受五界的 他以前达赖喇玛 这个身份是不会承认他是和尚的 因为他们本身认为大乘佛教 经文上不是由佛陀所写的 之所以不承认佛陀所写的 问题在于上座部佛教 他其实只是相信 由释迦牟尼亲口讲的经文 才是真正的佛经 而不是由释迦牟尼亲口讲的佛经 他们觉得是不存在的 甚至乎是偽经来的 他们分辨哪些是真经 哪些是偽经的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粗疏的 或者可能简单 我说得比较一点就是 他们认为只有巴黎文所写的经文 是称之为佛经 除了他们之外 就没有其他真正佛教 除了他之外 那些都不是真正佛教 如果是用凡文写的 都不承认 用中文写的更加不承认 所以他们只是承认 以巴黎文所写的经文 称之为真正的佛经 那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就讲一下 究竟上座部佛教 和大乘佛教 我们包括大乘佛教 是指金刚识和汉传佛教 在经文上面 甚至乎一些真人的举止上面 有什么重要的规矩 好,谢谢林师傅 下一次再和大家圆太祖